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当然会用大一些强一点的鞠 有些是整个机械鞠 这些Band 梭 你可以切金属也可以 但要切木头也更多 很多时候你需要有鞠片 或者是有高速转动的那些线頁 但是如果鞠一些比较幼小的东西 台长你有没有玩过那些金弓线鞠? 沒有 我沒有這麼高潮 我們最多切一下那些模型 但是其實那些 就算是你說砌模型 有時候有些可以用到 除了你不是用戒刀之外 有些是有些叫線鋸仔的東西 都真的有些 就是那個鋸片 真的只有一條鋸鋸這麼小 我還記得小時候上金工堂的時候 老師還說 我最多給你們每個同學 每人鋸斷兩條而已 第三條你要跟學校買的了 所以那時候每個人都很小心的 然後鋸一下又要滴些油 擠些油下去潤滑 鋸完之後出來的東西又要磨 又要拋光 做form one 我記得那時候就是做一件金工的東西 那這些就是一種機械式的切割 然後就是 但是你也知道的 如果在今時今日 現代的生產裡面 原來金屬切割的技術已經是可以做到非常快的 已經是 就是說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留意過 在網上的一些產品呢 很容易就算是在某一些購物網站上 你可以訂製一些金工的裝飾品器件 我記得那件東西是這樣的 它可以做到那件東西呢 就是它是由原本一塊的金屬 精細切割了成為兩個部分 然後呢 你把它切了出來兩塊之後 你撞上一塊 你是找不到原本的切割位在哪裡的 那條縫是幼得你的眼睛看不到在哪裡的 你以為它是沒有切割的一樣的 那就是說呢 它中間切割的過程呢 就是非常精細度很高的東西來的 相比於以前來說 我就算給你用線鋸來鋸開一些東西出來 你鋸完之後 你一直鋸的時候 很多這樣的料是彈了出來的 那你就算最後拼回來的時候 你發覺那件東西和原本中間那個鋸的裂痕位置 其實有一層材料是被磨走了的了 就是有一條縫是有條裂痕在那裡的了 你就一定看到從哪裡鋸開過的了 就是這樣 其實我很想很有興趣介紹這一種 今時今日很精細切割割的這種技術 那就是台長現在畫面上展示出來的 叫做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的這件事 就是這一種很精細的那種金屬的雕刻素造 和切割的這些技術 那它的原理是怎樣的? 那跟我們先前講的那些很不同了 那以前我們說的那些技術基本上就是硬碰硬的技術 就是你找一件更加硬的材料去鋸一件軟一點的材料 於是乎就駁一下就是那件軟一點的材料就快點被磨走了去 就是如果你用一個原子尺度來說 就是一次過你就可以將它一大堆的原子 由整個金屬的結構去除了 即是撞走了 這是一個撞擊來的 這個磨擦是一個撞擊來的 而且就不停地消耗能量磨擦生熱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如果你希望那個磨擦少一點 你就加一些潤滑油 令到它就更加有效地 就是將裡面的一些材料帶走這樣 所以如果你說很長很長時間 由遠古到可以說20世紀中後期 應該說中期左右 我們有的那些切割技術 全部是一種機械式的硬碰硬切割技術來的 硬將一些東西撞走磨走而已 問題是你怎麼可以找到一種更加堅硬的物料 來去撞另外一種物料 於是乎你那把鋸就比較耐用 有些甚至乎在你的鋸上面再加一些東西下去 甚至乎鑽頭那裡 譬如鑽片上面 有些碎的鑽石這樣的東西 於是乎它就很厲害 連金屬都可以磨走 因為通常來講金屬 尤其是一種純正不是合金的金屬 通常是比較軟軟軟的 金屬是有一定的延展性的 一個很無聊的做法就是你見 奧運會的金牌運動員喜歡咬金牌的 是不是? 其實現在再做就是純粹一個意味 就是你金牌那個咬有意思 銀牌銅牌那個咬沒有什麼意思的 也不是完全沒有的 因為以前銀 在古代來講一定的白銀一定定的那些銀 都有人去咬來看看這個是不是真金白銀 因為銀和金都有去一定的延展性的 但是今時今日那些奧運獎牌其實是合金來的 那些合金呢 它就特地做到很 就是最希望能夠做到就是勾擺 還有就是可以令你用少些黃金 還有就是都夠硬正 OK? 於是乎你如果硬咬下去的時候 應該是沒有那麼容易咬到有個牙痕在那裡的 就是有人還拿出來講 就是一百年前的奧運金牌 就整個東西是千足純金 到今時今日那個是剩下1%左右的黃金而已 就算你是那個奧運金牌的話 那也要講遠了一點點 就是這個其實想講就是金屬本身有它的延展性 所以你可以用一些硬的材料來去切割它 來去撞它 但是到今時今日做切割 我們發覺有很多的方法來幫我們 去將一個金屬的兩部分分離去 其實一個很...所謂的切割是什麼呢? 就是你想在一個特定位置那裡 將它裡面的那些金屬一些的原子 或者將它的化學件打爛了這樣而已 讓它原本手拉手的一個個原子斷了手而已 其實就是這樣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你整顆原子拿走去 令它強硬拖著 就是等於一個小朋友 左邊拖著爸爸 右邊拖著媽媽 你強硬將那個小孩在中間拿走去 那整個家庭就分離了 是這樣的意思 那現在呢 就是在這個現代的時候 我又發覺 只要我們能夠將一個能量 集中在一個很窄的範圍那裡 令到裡面那個金屬和金屬之間的化學件 是被打散的話 那我們就有希望做到一個切割了 那所以呢 其實就開始就討論到 有些東西叫做 比如說是由激光的切割 是不是? 激光的切割大家都知道 中間就是那個激光滑過的範圍 全部都燒開了 有些像一種燒刊的原理 而更加有趣的是 對於金屬來講 我們是不僅是可以用到激光的 因為激光這件事情 對於那個金屬來講 不是那個反應最好的 金屬自己本身是比較 銀光閃閃的 比較反光的東西來的 所以反過來想就是 就是說 你如果想用一個激光來去切一個金屬 它吸收的效能未必是這麼好的 就是有些能量被反彈走了 真真正正的下去 用來切割金屬的能量就不是很多的 有人就想到一個很聰明的方法 我們很集中將一個很強勁的電壓 來去通過這一塊金屬的一個範圍 那些電壓一通過的時候 產生一個很高溫 高溫度的地步 原來可以算得出 是有八千至一萬度攝氏度的溫度 那你想一下一般金屬來講 千多度未到二千度已經溶了 你如果突然之間給一個八千多度的一個 很強勁的電 中間一個 你可以說基本上就是讓一道閃電 通過這個金屬的時候 這個閃電就好像一把刀一樣把它切了出來 將整個金屬裡面的金屬電打走了 所以基本上現在就是說 這些金屬切割技術 用一個我們平時日常觀察到的比喻 我就說 等於就是用雷劈這塊金屬劈開它 但是我們現在能夠控制到這個電壓 和這個閃電控制得很仔細 所以就可以很精確地 只需要將它挖出來的切割那個坑 基本上就是將它幾顆的原子打走了 所以那條裂縫這麼小的時候 你再切好之後將兩件東西放回 中間那條裂縫只有幾個原子這麼幼 你的眼睛是看不到的 就是這麼厲害的 實際真的操作的時候就要怎樣呢 當然不是說就這樣 就是你如果放在真空裡去劈那個雷 就不是一個最好的媒介來的 所以你發覺凡是這些叫做 用到放電的形式 或者叫做閃電的形式去切金屬呢 它是要將它放在一個液體的媒介裡面 你整件金屬和連它那個閃電的電極 都放在一個媒介裡面 就在一個媒介裡面去放電 就很精確地放電 於是你就可以做到一個很精確的這個切割 這種這樣的技術呢 其實那部機也是很大部的 以前基本上這些精密東西 是由那個歐洲那裡開始搞起先 如果再追溯回二十世紀中期 在前蘇聯時代蘇聯都已經開始玩這些東西了 那麼他們就開頭就是專攻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是用高壓電來做雕刻這些金屬 那就是它的不好處就是很慢的 你要將很多的材料挖走下去 你要硬在金屬上面挖很久 就是差不多你要將慢慢逐粒逐粒原子搬走 最後挖個坑出來 所以要做很久的 但是同樣的這個技術呢 你只需要把它設置改變一下 它變成一個閃電的一把刀這樣去切割金屬呢 又可以做到很仔細的 那所以呢這個就是那個叫做 就是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 這套這樣的技術今時今日成熟到的地步 就可以很普及了 你基本上就算是 不只是講傳統上面做精密工業很厲害的那些歐洲國家 你甚至乎去到後來日本 到今時今日中國大陸呢 都已經充分掌握了這些技術 來做一些很精密的金屬切割了 嗯 但是它那個切割呢 譬如它是如果我們看上來 它是沒有形 一定是橫線 它好像有一把刀那樣的 你可以想像它真的好像一個 中間就是一束閃電那樣的 就是如果以形象化看就是中間有一條好像 一條線鋸的那樣的線 但是那條線是一束閃電來的 是可以做到很幼的 然後就是一碰到基本上那個金屬呢 就是很快就被辣走了 而且它呢 它呢 因為金屬呢 它有個特性的 它呢 閃電你都知道 在空氣裡面的閃電是軟弄蝦米的 那因為那個閃電自己本身是 是希望在空氣上面找一個 電阻最少的那條路去走的 金屬自己去天生就是導電體來的 所以呢 你給一束閃電去通過去呢 它自自動動就是一條直線這樣去的了 就是你想它切條曲線都難的 其實就是 所以但是 反過來我們也 它們都能夠掌握到這個技術 令到可以它切到一些曲線出來 但是要很仔細地去調教 但是就是 現在的情形就是 它要做到這個東西之所以 這種叫做閃電切割呢 特別對於金屬是有利的話呢 就是金屬自己本身是導電體 它更加喜歡去吸收了電的能量 但是於是乎就消耗了自己 所以你見的是說 在金屬的層面 我們就少見用激光切割的 就反而用這些這樣的閃電放電切割的 但是在其他的物料你可能就見得多些 反而是用激光切割的 那就會有這樣的情形了 我記得它切布就是用激光的 那另外有些我們就沒有提到的 就是用噴水的那些用水槍用水柱來切東西 尤其是那些切石頭也特別喜歡 那裡面就灑了很多沙在裡面 就用一些沙混在水柱裡 那裡面又是把石頭的材料磨掉 剛才你說到它可以把兩塊金屬 和金屬都在一起 它切了 為什麼能夠把它切在一起呢 不不不 純粹是你自己放在一起 就不是它自己真的有能力把它切起來 但是你就會發覺你切完之後兩塊東西砌出來 就是你想像那個砌圖的原理 砌圖就是已經把它切成很多份了 你把它切成一塊大的圖畫的時候 你都看到那些砌圖坑的 但是現在它這個切割技術是厲害的一個地步 就是它把金屬切開了兩塊 你自己用自己把它切成一塊的時候 你根本上是看不到原本那條坑在哪裡 就證明了它這個切割中間造成那個坑是多麼幼細 那麼它這種技術呢 你現在估計是用在哪一方面最多的 那麼任何那些精密的金屬器件製作 需要那個精度高的就一定要用到的了 比如你說你要做一個引擎 而且引擎是裡面需要那個parameter要很精細的 而且是很高速運轉的 你的圓形有一點點不均勻 就令到那個磨擦高很多 就是那個能源損耗大很多的 那些這樣的東西 就是一定是那些精密高溫高壓的 任何金屬器械都會用到 那麼更加不要說到就是太空科技那裡了 那麼一定是去到這些級數 就要用很多這些叫金屬切割這些東西了 好 我們這次有結束我們下一節的 應該是科學會下回來 是達到超級研究中 我們想要去研究中 讓我們想要去研究中